邏輯爸爸 就早上門了 白頭現在馬上就跳槽 但其實我是一個臉部非常非常薄的人 我現在 哈囉大家好我是Linda 你看到桌上的東西 應該知道本次主題是什麼嗎? 有看到我臉上的笑容嗎? 本次的主題就是要講邏輯新的鍵盤跟滑鼠組 那其實我一直都是MX Master 2S的用戶 我用了MASTER 2S之後 對這支滑鼠非常非常滿意 太喜歡了 出三代的時候我就想說是不是該買三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2S用不快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用了三年多 然後現在他出了最新一代就是MASTER 3S 邏輯爸爸 就早上門了 然後這一次我也是用了MX Mechanical鍵盤 然後有一些感想要跟大家說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好的那我們首先就滑鼠這個部分 來做講解 我先來一個浮誇的開頭 我想問大家 你們是對邏輯的MX Master系列感興趣的用戶 還是說你們本來就是老用戶 如果你們是新用戶 然後在油路要不要過來的話 拜託現在馬上就跳槽 跳過來使用之後 你會感受到到底有多麼方便 可能是因為他的專利設計 他不管在任何材質上面使用 都是很滑順的 我有試過 譬如說這樣家裡不是會有那種玻璃桌嗎? 然後或者是最常使用的 就是在沙發上這樣用 然後或者是在床上用 他都是可以滑得非常的順暢的 另外呢 再加上我是大手 我好像量過大概17-18公分吧 所以我一直想找 就是符合我的手型的花鼠 因為一般那種小小的花鼠 我用起來其實非常辛苦 基本上這邊都是懸空的 然後會讓骨口這邊非常的酸 MX Master系列 他的花鼠 都是符合手掌形狀 然後非常舒適的設計 再來呢 三代的時候已經有出一款是黑色 然後一款是灰色 但是灰色是沒有進台灣 但是這一次呢 他們把新款白色款也迎進台灣了 然後他的這種珍珠白色呢 要我形容他本身的色彩 其實他是有一點點灰白色 所以他是很耐看 並不是那種非常非常白的純白 因為我覺得非常白的純白 反而看起來會沒那麼有質感 他側邊是銀色的 顏色搭配 整體看起來是非常漂亮 然後如果你家裡可能是裝白色的主機啊 或者是用白色的螢幕 這樣做整套的搭配也是很好看的 再來呢 NX Master系列 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他的快捷鍵 3S這一支 他可以有這個側邊的滾輪 然後再加上這兩個按鍵 然後他都是可以自定義去做使用 比如說你要這個按鍵是上一頁 這是下一頁 然後或者是這個是左右滑 或是你想要把它改成是放大縮小比例 都是很OK的 另外呢 你在使用不同軟體的狀況下 他也可以分別用自定義不同的按鍵內容 比如說你在用Photoshop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滾輪調成筆刷大小等等 這些非常細膩的設定 都是可以分別做調整的 那這一代MX Master 3S 相較於三代他有什麼樣的升級呢 其實主要有兩大點 首先第一點呢 是他的聲音變得非常的安靜 比前代就是安靜了大概90%左右 我現在 非常用力在點喔 是不是幾乎沒聽到什麼聲音 非常的安靜 我長得就是好像唱所欲言 但其實我是一個臉部非常非常薄的人 所以我很怕吵到別人 可能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也會盡量低調 然後不發出聲音 怕影響到別人的工作效率 所以這樣子的升級 就是讓我在辦公室使用的時候 我會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你不管再怎麼 蓋有情緒 在使用你的滑鼠的時候 它依然是非常安靜的 另外它依然是手感在 那種按下去卡拉卡拉卡拉的聲音 感覺還是在 即用的爽 又不會影響到別人 再來第二點呢 也是蠻重要 它的靈敏度 又再提升了 它原本的靈敏度是4000dpi 4000dpi就一般的滑鼠來說 已經是非常高的靈敏度了 尤其是你在使用很大的螢幕 有沒有覺得說 你滑滑鼠的時候要滑很久 但是要是你的滑鼠 靈敏度夠高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很快速 就滑到你要的位置 這點就是你用大螢幕辦公的時候 會差蠻多的 另外呢 因為可能我本人非常的遲鈍 但是我滑鼠不能遲鈍 現在它已經進化到 就是8000dpi 我自己是會開到5000dpi左右 再來剛剛有說到 就是我是MX Master 2S的用戶 然後我就比較一下 兩者的差異給大家聽聽看 首先呢 它們的形狀是長得有點不一樣的 我覺得MX Master 3S 它的設計的線條上 是比較有設計感 看起來更俐落 就是更簡潔一點 那使用的手感上呢 剛剛說我是超級大手嘛 所以其實我用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的空間存在 後面這一段線條 有稍微感受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的包覆感 都是很夠的 足夠支撐我的手 就是讓我的手 維持在舒適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者的使用上 雖然手感一點點不同 但對我來說都是很舒適的 再來呢 一個差別 就是它們的滾輪這邊 因為MX Master 3S 它改成的是金屬滾輪 一來比較漂亮 然後二來是我覺得它比較不容易 卡那個灰塵在裡面 因為MX Master 2S 對我來說我是覺得很滿意 但是其中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滾輪 很容易卡灰塵 還有呢 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就是2S它使用的還是 Micro USB的充電模式 那第三代跟3S都改成了 是Type-C充電 所以在充電上面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方便 就是你平常使用的Type-C線接接 然後它一下就可以充飽很滿的電量 至於它的連接方式部分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手上多了一個小東西 這是它的USB接收器 你可以選擇兩種方式來做連線 一種是用藍牙連接的方式 然後第二種是使用它的USB接收器 然後你只要接上電腦 它就直接隨接隨用 反應上面也是非常的靈敏的 就是你幾乎不會感受到說 有任何的延遲 就是跟使用有限的感覺 是幾乎一樣的 那再來呢 其實它的藍牙連線 它可以連接到三個裝置 然後你只要透過它後面按鍵 選擇它的Mode 然後你就可以連接三個設備 所以你的滑鼠可以同時在平板啊 或是不只一台的電腦等等 你只要馬上切換 然後它就可以切換到不同的裝置 就可以立即做實用了 除了我剛剛說它支援多裝置之外呢 其實邏輯還有一個不敗寶道 就是Flow 你只要在不同的裝備上面 都裝它們的Logitech Option Plus 它就可以直接滑鼠滑過去 它就可以移到不同的平台 就算你的電腦可能一台是Windows 一台是Mac 它也可以這樣做實用 所以我覺得滑鼠升級之後 其實在你的辦公上面 你會感覺到真的非常多的不一樣 辦公效率提升之外 你可以感受到說 為什麼我以前做工作的效率會這麼差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一隻好滑鼠 哈哈 我真的覺得影響蠻大的啦 大家應該也會好奇說 它充電一次可以使用多久 充飽一次電 它就可以使用長達70天之久 這是非常的驚人 它也會有提示跟你說 它現在快沒電了 你必須要充電了 所以你只要把它充個一小時之類 就可以繼續做使用囉 另外有些人可能會Care滑鼠重量 那這一支MX Master 3S呢 它的重量是141克 我這一次用的非常的習慣 因為就跟前代給我的手感是差不多 然後它滑起來也是非常流暢 非常輕巧靈活的 接著來講鍵盤的部分 邏輯這次新推出了兩款 他們的商務辦公用的鍵盤 分別是這款MX Mechanical 然後再加上這個尺寸比較小的MX Mechanical Mini 像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全尺寸的鍵盤啦 因為我喜歡這邊有獨立的數字鍵 辦公使用的時候會比較順手 如果你是比較常到處跑來跑去 你喜歡坐在咖啡廳等等 你不想要攜帶太重的鍵盤 那75%的鍵盤就會比較適合你 另外它在使用上呢 它可以小小的做高度的調整 像這樣子是平的 然後如果你把它後面的支撐角給打開 它就可以做一個微微的弧度 然後讓你在就是按鍵盤使用的時候 會比較順手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它 就有點被它的外型給阻辱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 簡單漂亮的商務風格 它的鍵帽呢是用深灰色 搭上淺灰色 會有一種就是錯落 但是又有簡潔的美感 機身部分 它是使用就是塑料的機身 搭上鋁合金的面板 面板本身是銀灰色的 整體搭起來是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有的鍵盤 你不是拿起來會覺得說嫩嫩 或者是在移動它的時候 它就緊緊緊緊的 但是呢 MX Mechanical 這兩把鍵盤完全沒有給我這種感覺 你摸起來 就會是好東西 在按鍵部分呢 它採用的是 插軸然後加上矮軸的設計 從側面看你會發現 它的鍵程是比較短的 它的鍵程是3.2毫米左右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插軸 因為剛剛說我很怕吵到別人嘛 所以我要求鍵盤一定是要按起來安靜 插軸它既有那種按起來的爽感 聲音又不會吵到其他人 然後再加上它這種短軸的設計 按起來也有一種段落感 我覺得它是綜合起來的冠軍 再來呢拔下它的幾個鍵帽 你會看見它使用的是最常見的14軸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換掉幾個鍵帽 換成一個比較特別的風格等等 就會蠻方便的 它上面的快捷鍵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可能我自己孤陋寡聞啦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是它的Emoji的按鍵 可能我會需要回就是YouTube的訊息啊 或者是Facebook等等 我會想要用Emoji 你只要按下Emoji 它這個鍵盤馬上就會跳出來 你就可以馬上做立即的使用 對我來說真的是太方便了 發現新世界的感覺 它的背光是換年不敗的白色背光 讓你可以選擇六種模式 比如說呼吸燈啊 或者是你按哪個按鍵 它就會跟著發亮 然後它的背光的亮度是自動調整的 在環境比較暗的時候 它的背光的顏色就會比較亮 那如果你想調整它的模式的話呢 就到我剛剛說的Option Plus裡面 去做調整就可以囉 連接性的部分呢 它跟剛剛介紹到的MX Master 3S是一樣的 可以使用USB接收器 或者是使用藍牙的方式 再來呢它也可以在三個裝置之間做切換 只要利用它的快捷鍵123 然後選擇說你要的裝置部分就可以了 至於續航的部分呢 如果是你開啟著它的背光模式的話 它最少最少也是可以使用到15天 那如果你把背光全部關閉 甚至可以使用到10個月 是不是非常的驚人 還有一個部分是讓我覺得非常滿意的地方 就是在於它鍵盤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的鍵盤是平的 鍵帽是一顆一顆的裝在上面 聽起來好像廢話 但是呢有的鍵盤它不是中間是凹下去的嗎 然後它的鍵帽是卡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呢要清潔的部分的話 其實會有一點點麻煩 但是呢如果是像這樣子 完全平的設計的話 你基本上用吹嘴這樣吹吹吹 它的灰塵基本上就出來了 就不會像我剛剛說的那種凹下去的鍵盤 你必須要把鍵帽全部拔起來 它才會比較方便做清潔 如果一般的鍵帽的清潔部分呢 我基本上會用清水 然後或者是濕紙巾 基本上就非常的乾淨了 我使用了大概兩三週上面的文字 依然也是非常清楚 不會有你用一下下 它的字就磨掉之類的狀況產生 好的以上就是我針對羅技 它新出的MX Master 3S滑鼠 跟它的MX Mechanical鍵盤做的評測啦 我長期使用羅技的感想就是 它們真的是做滑鼠跟鍵盤的滋憂聲 你可能會想說就是我用可能300塊500塊買一個滑鼠 然後或者是用800塊買一把鍵盤 就很好用啦 為什麼我要花更多的錢在這種東西上面呢 但是呢我們至少平常上班族 可能花8小時時間在辦公上面嘛 就是你使用的配備 我覺得是要夠好才可以讓你的工作流程更順暢 羅技它的滑鼠跟它說 快捷鍵啊非常方便 或者它滾起來手感就是特別的好 然後鍵盤的部分呢 它按起來的手感也是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快捷鍵的設定 會讓你使用起來就是工作效率更流暢 如果你要是感興趣的話 真的建議去羅技的點 按按看用用看 然後選擇到最適合你的鍵盤 那如果喜歡我的評測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才可以接收到更多就是科技產品的最新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請訂閱 是啊 謝謝